最短处理时间是最佳 这是一个定理 定理的意思代表说 对所有的生产系统 只要满足我们这个条件 都会成立 称为定理 这个最短处理时间 是最佳的 如果你在一台机器上面 有N个工作 然后你的目标 是4 最什么是最佳呢 最小化你的平均完成时间呢 会是最佳的 什么叫最佳 最佳就是说呢 你的平均完成时间呢 不可能比这个时间短了 叫最佳 这个神奇的地方是 对所有的策略都成立 好 有人说呢 这个是排成里面的一个 一个非常最重要的概念 接下来呢 因为这个定理的证明实在太简单 太漂亮了 所以老师忍不住跟同学介绍一下 那这本书叫Panado 作者 这个排成理论演算码跟系统 现在出到第五版了 这本书通常是教研究所的 他用所谓的交换 interchange的这个叙述 意思就是说呢 你有两种生产排成的方式 那第一种生产排成呢 就是说头尾都一样 就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那第一种时间呢 叫做PJ 然后第二个方式呢 是接着PK 然后你把它交换一下 你第二个订单是把PK放前面 把PJ放后面 好 这个叫交换叙述 也就是说前面这边一样 然后后边这边一样 只有考虑两张订单呢 顺序交换 但是呢 最短处理时间呢 是 这个订单呢 是把它放前面的 然后呢 我们要注意所谓的完成时间 所有其他都是一样 所以所有其他时间的完成时间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到这边呢 它时间还是一样 不过呢 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如果呢 你是最短处理时间往前的时候呢 这一张订单的完成时间 会比这一张订单的完成时间 还短 然后这张订单 这两张订单到这边的时间就一样了 所以插呢 就插在这一张订单之间 所以这个就证明了说 最短处理时间 如果你把它摆前面的时候呢 你的完工时间呢 会比较短 证明完毕 所以这个定理的漂亮在于说 你不要不信写 你也可以回去 我们有出一个作业 你可以写一个程式 你拿跑 一个礼拜 你找不到 任何的 生产方式 会比SOT还短 因为这是一个定理 我可以写一个轮处理 我可以写一个人组的 我可以写一个人组的